新科立委即将上任 纷纷进驻国会办公室 其中国民党部分区立委韩国瑜 抽中民进党立委高嘉瑜的办公室 被形容是迁王 因为除了高嘉瑜这回败选 在他之前这间办公室 总共四届立委都连任失败 外界就好奇难道是风水不好吗 对此高嘉瑜认为 不要用是否连任 来判定办公室有魔咒 还说韩国瑜抽到赚到 是天选之人 唱出败选以来的新进 高嘉瑜立委任期倒数 办公室已经打包的差不多 准备要搬进来的新立委 却是国民党部分区立委韩国瑜 但办公室抽到高嘉瑜这间 堪称前往 我觉得不要用是否连任 来去判定说这个魔咒 其实我那间办公室 可以说是立法院独一无二 万中选一的一个部长级的办公室 能够抽中的绝对是 会这样说是因为青岛日馆的三五零六市 从第七届民进党立委余天 第八届台联党的临世嘉宇周宁安 第九届国民党立委柯知恩 加上这回败选的高嘉瑜 连续四届通通连任失败 都说高嘉瑜这间办公室风水不好 那我们实际走访一遍还发现真的有点特别 他的办公室要经过这个小楼梯爬上来之后 可以看到他的办公室仿佛就在一个小阁楼里 那我们打开门马上来看里面 那里面呢可以看到映入眼帘的是 高嘉瑜最喜欢的粉红色墙面 原来啊这里因为曾经有很严重的漏水问题 高嘉瑜为此提办公室还重新装潢大翻修 被说风水不好还有民进党立委建议 韩国瑜可以去找风水师 难道他的立法院长之路会因此受阻吗 命运是自己创造的 宿命是要来打破的 我是建议韩国瑜真的不要动 因为这个办公室已经是最好的完美的格局 办公室有很多枪 那如果韩国瑜喜欢的话可以挑一把枪 不管是剪刀枪啊 或者是这个炮口要对哪里啊 正途是好是坏 也不是换办公室就有用 选票还是得靠自己争取 今天的女士们杨岳达 蔡云同张远杰台报道